怎麼了 沒有 就是其實 這一趟來之前 然後我自己也想蠻多的 就是 就 這段日子跟大家一起在這邊開店 然後我其實真的是 很感激 然後也很開心 可以跟你們這些哥哥們 一起工作 但我就是 我就發覺 大家就是一直在往前進 但是我的進步速度真的 跟不上大家 很常時候都會 給你們添麻煩 所以我自己其實 就是回去想了蠻多 然後 我有跟店長提看看說 能不能讓我 可能請一個月的假 然後我到外面的餐廳去實習 我希望能在 短時間內趕快跟上大家的速度 對 我有答應他 我說 我說我們也有責任 第一個 我們在怎麼教他 這方面我們確實 沒有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不是全職 在這件事情 而且人家是有一個 SOP的 就像一個 一個兵沒有受過訓練 就加上場 那可能我們當初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其實每一 我們大家都是這個店的 每一顆螺絲釘這樣 然後其實缺少了一顆 都好像會壞掉的感覺 我每天早上第一句都問他說 你都會沒睡喔 他四點還message我耶 半夜 對啊 他四點message我 告訴我說 浩哥我想到了這個山藥 我們可以做焗烤 可以做什麼 他就傳菜單給我 還沒睡喔 然後隔天我們六點 進公司舒嬅 沒事 你好像做事情 然後在這邊開記者會 好像是整個 不是 然後我早上我就跟他講說 你怎麼都沒睡覺 你沒睡覺 我們今天怎麼開店 所以壓力 他的壓力 心裡面的壓力 一直給自己 一直給自己 變成說 他沒有辦法 更好好做自己 不要用這種 傳統觀念束縛 真的假的 哭就哭唄 在這個節目 哭 因為你看我的想法是說 他如果不去做 這一個事情的話 他會惡性循環 對 他只會壓力越來越大 對啊 然後他最後會變成什麼 他變成說他來到這個區域的時候 他是害怕 對 然後他會更沒有信心 他這兩天就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怪 所以我就覺得他很怪 像我們今天兩個很早就起床 七點多就起床 然後我走進去梳化的時候 他已經在梳化 他坐在那裡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的那個眼睛 就覺得 怎麼又偶然 那偶然越來越深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昨天在 好像寫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這寫什麼 那寫什麼 歌詞 不是啦 寫什麼歌詞 MVP 又MVP 不是 那寫在創作啊 有一點就有 還是寫信給我們 沒有 他寫一封信跟我講說 他要離開 真的喔 去進修 然後 你昨天在寫這個喔 你怎麼有信指 給大家的一封信 最近跟著大家開店 很認真地跟著哥哥們學習 經常造成大家的困擾 想問問店長 問問大家 有沒有機會 讓我可以請一個 一個月的假 可能保留我的職務嗎 念不下去 什麼 有這麼 趕緊追向大家的腳步 再回來跟大家一起打拚 嚴又挺盡上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現在的挫敗 不代表會永遠挫敗 這樣才會讓你有 越挫越勇的精神 沒有 你以後就想要 你不要一直擺出重點啦 不是啦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老實說 做這個技能 當然對你一定有好處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 所有的Energy 都在想著怎麼樣去進步 但是你沒有擺對地方 所以你會很耗自己的精神 他就是力氣你擺到點上 你都很努力 你比如說你四點打給 傳給他 其實你可以先休息 因為休息 你腦袋會更清楚 那就是你 你耗錯精神的地方